各位車友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來介紹的車款是Toyota的86 86的話 錄影的今天是2022年 大概日本好像開始已經販售了2021年 新款的86已經改成2400cc 這一代的86我個人覺得 它動力的話有一點不太夠 所以我本來以為它改了新款的86之後 會把它的渦輪化的引擎裝上車 結果沒有是2400cc的一樣是NA引擎 那這一款的86通常我們 都是把它拿來當方卡 就好像是Miata MX5一樣 它是前置引擎後輪驅動 動力不大可是它非常具有 很有樂趣的一個操控駕駛 所以通常的改裝幅度 有的特別特別大 經理也有一個好朋友 是趕快改的寬體 甚至氣壓也有 或者是整車的很高檔的一些改裝液品都有 那這一台車今天要改裝的是KT的一個 競技版的設定 前面的話搭配了魚眼上座 我們在攝影裡面好像比較少帶到魚眼上座 那剛好今天有這個機會 我們會把錄影的重點 琢磨在前面的魚眼上座上面 那它的後面的話拆裝 後面是多連桿 拆裝的話你的鏡頭給我 這個地方可以看到一個B&C的上座在這裡 所以如果要調整阻尼的時候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這裡 所以這一台的拆裝其實也還蠻簡單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原廠的避震器 原廠避震器 都小小一支 前面是麥花城 後面是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那這個底盤就跟SUBARU的車系 有很多的零件是共用的 那前面前方的話比較特別 前方的話 它的前面仰角 SUBARU的車系習慣 習慣會做一個偏心螺絲 你看喔這個孔徑這邊比較小 這邊比較大 所以它都會習慣做一個偏心螺絲 可以微調前輪的Camper角度 那這個車有很多都是拿來當成 比較競技的設定 所以它前輪雖然可以微調Camper 可是幅度有可能不太夠啊 譬如說我想要做到三度 那原廠的偏心螺絲 肯定是達不到要的一個角度 所以就會有改裝魚眼上座的需求 魚眼上座它就靠這個上座的相對的位置 來改變前輪這個Camper的角度 好這個是前輪的部分 那這台車KT的配置的話 是前後都有附新的上座 不用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 離載串的話也要改短的 前面的離載串 KT也有附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後懸吊的部分 後懸吊的話有很多也會把它改裝 下絲璧、防晴感 這台可以改裝的東西實在太多太多了 後方KT是配置5公斤的彈簧 然後車高的調整就比較簡單 我們從後面避震器的長短就可以改變車高 那主牛的調整剛剛一開始就已經有介紹過了 好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前方的話 前方的話配置的是7公斤 這個彈簧也比較短 我們剛剛看到原廠的彈簧其實它的行程也不長 那前面的話我們配置了160攤器公斤 是做一個燈籠狀的規格 這個離載串的話需要換短的 KT有附一個短的離載串 這邊 好那鏡頭的話先帶到這個螺絲 這個螺絲我們在拆裝的時候注意 不能拆這一邊要拆螺母 螺帽不能拆螺母這邊 如果拆這邊的話 因為它前方的上面這顆螺絲 是一個偏心螺絲 所以如果拆這個恐怕會 把它螺絲拆壞 或者是把兵線器的孔把它攪壞掉 所以這個角度如果在定位的時候 微斧的角度調整可以靠上方這顆原廠的偏心螺絲 可以來做調整 那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的位置 還有ABS感應線 都是做的專車專用的規格 但是現在我要看一下引擎蓋 來我把車降下來 我看一下引擎蓋 那前方的車高如果要做調整的時候 比較簡單 一樣跟後方一樣 把整體避震器的長度把它縮短 它的車高就變低了 這一台能升高跟降低的幅度 是蠻多的 但這一台後方 要注意一下 如果行程太短的話 在過彎的時候會有舉腳的狀況 舉腳的話它儀表就會亮燈 PCS就會亮 一旦亮燈 它就會鎖定它的動力輸出 所以速度就上不來 所以前後方的一個行程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要撐著 好 那這個是前面的魚眼上座 魚眼上座安裝的重點 大概要注意一下 要撐一下下 這個方向這個溝槽的方向 通常我們會跟車身的方向 跟車身的方向呈現垂直的 就是跟大燈的方向呈現垂直的 因為有的像這個是正三角形 有可能如果裝錯的話 它的溝槽的方向有可能變這樣子 那一旦調整這個方向的話 它的CASTA跟CAMBER 都一定會兩個同步改變 所以不是那樣的裝法 除非有特殊的需求 譬如說在甩尾賽事上面 才會針對CASTA做改變 那一般的話 我們是做這個橫向的方向 我們最主要就是要改變 它前輪CAMBER的角度 那這裡的話有一個KT的旋鈕 從這個地方來做軟硬度的調整 但最主要的啦 還是這個魚眼溝槽的方向 這裡有一個很像操場形狀的橢圓孔 它一定是這個方向的 朝向輪胎 朝向引擎 好 這個 那它的上座一樣有分左邊右邊 也裝錯的話 它的溝槽方向就不對了 所以安裝的時候 也得要特別注意一下 那這種比較經濟的車款 我們在配置上的阻尼 也跟彈簧 都有不一樣的設定 像這一台的話 在主尼上就有做一個加強 讓它的操控性的話會更好 那當然不同版本的一個主尼友 也有不同的設定 譬如說我們在經濟版的話 雖然一樣是使用IP的主尼友 可是它的翻號是不同的 這個經濟版的話是用20W 那一般道路版有可能5W 或者是10W之類的 所以它的主尼友的濃稠度是不一樣的 那在油封的話 KT一樣使用的是日本最棒的NOK油封 所以如果這些零件的話 在日後 就算用那麼好的主尼友 它一樣會率退會裂貨 那這些的耗材 油封也有可能會漏油之類的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做翻修的 如果也有車友裝了好久之類的 然後要來做整理 我們最主要的開放工作 就是換裡面的主尼友 換裡面的油封 其實就像新品一樣了 所以KT的話本身就是一個製造工廠 才有辦法做這些售後的服務 那如果車友們有想要試乘類似的車款 我們在北部 或者是桃園 或者是中區也有經銷商 南部的話也有店家 可以提供不同的車款 給各位來做試乘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想要試乘的話 記得要跟我們KT的小編聯絡 好 以上是今天的8.6的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